哟,大家好呀 哎呀,这是个好消息 那就是珍珠会自己用盆洗澡了 虽然洗了一滴水 不过没有关系啦,反正我会擦的 坏消息就是地上总要有这么一个盆子 以后可能三不五时的我就会踢到这个盆子 这是珍珠第二次洗澡 第一次洗澡真的只能远远的在旁边观察 因为羽毛打湿了就降低了他们的飞行能力 虽然说这不是野外 可珍珠嘛,总还是要防着点别人的 啊,包括我 所以我走过来拍了没两下就飞走了 羽毛的时候也是就感觉晃晃张张,火急火燎的 颇有点被害妄想症的意思 虽然说这个视频有点短 可是后面还有一部分 虽然说画面是我和珍珠互动 可是声音才是重点嘛 总是能听到有人说 灰鹦鹉是很安静的鹦鹉 所以后面的那段视频呢 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 灰鹉鹉在家时真正的状态 一定要看完哦 先说一下